你呢 安心地去做你伟大的事业 我们三个 就把华为守护好 赚钱 支持你 我们也算为伟大事业 做出点贡献 就是 我们也伟大一把 伟大一把 昨天 有个人来护理院 说是搞药物研发的 是 专家 专门研发药物的科学家 名片上印的是博士 对 对 博士 博士 说是要采集 剑动症患者的资料啥的 可能是分析数据 对这个药物研发 还 他们说的都是专业术语 我们也听不懂 想的是你们有文化 要不你们去问问 我就跟这个人联系一下 对对对 林大夫联系一下 落实一下 海洋呢一直跟我说 是希望我们能够 跟进剑动症药物的 研发项目 只不过我们现在手里 缺少患者的真实病例 在研究剑动症病因 和新药研发 我们缺乏病例样本 以后要是有可能的话 我也挺希望 参与进这个团队 贡献点自己的力量 那太好了 来 我带你到前面看看 这个群里啊 全是病友和家属 哪儿的人都有 本来啊 是想让大家相互鼓鼓劲 交流一下治疗经验什么的 也可以转让一些呼吸机 吸弹器什么的 那现在咱们得搜集病例 需要很多病友的帮助才行的 我倒是有个提议 你说 我大学不是学的 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吗 那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 大数据的平台 比如说开发微信小程序 然后做一些量表 让病友们把他们的那些问题 都填在那个量表里面 这样我们得到的消息 它又及时又准确 这个特别好 不用一个一个人 去问口口相传了 那样行不成规模 那这个事 需要专门的人去做才行 我就能做呀 你一个人肯定是不行 这个需要团队 但是团队呢就需要资金 资金现在是最大的问题 我提供一个信息啊 有一个大企业家 也得了这个病 是不是 可以找一下的 谁呀 行 小薰先去吧 好 哎呀 现在又是吧 冬起来有点费劲 这几天抓杯子 都有一点抓不稳了 那 那你 还把工作安排得这么晚啊 没办法呀 公司一大堆的事 这么多人要养 周主任一直让我住院 就我这情况 怕这住院就出不来了 还是得 得尽量多休息啊 我听他们说了 你儿子现在的情况 我打好 已经住院了 前两天还刚发了一次病呢 这么年轻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就我这病 都没敢告诉我的母亲 八十六了 怕承受不起 不说这些伤感的事了 林医生 你今天来找我 是想说大数据量表吧 是 这份计划书啊 你先看一下 这是关于数据采集平台的程序 还有基金会的搭建 这件事 是 这件事让我找到了接下来的方向 肯定会有好多人说 你们几个算什么呀 就凭你们几个 还想攻克见动症吗 但是我觉得学长说得特别对 那事情总该去尝试 哪怕只是进步一点点 他也是前进了 也有希望 之前吴博士也说过 国外的有一对父母 他们家的孩子得了这种病 就四处奔走 最后真的研发出来药了 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能怎么样 但我想去试试 就是 那啥事不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一百年前 能想到能有现在这些高科技啊 我特有信心 你做了什么贡献 你就有信心 你这个文化水平 你对事业有信心 事业都对你没有 你什么婆 说什么呢 但是 你作为我的老婆 我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是吗 我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情呢 没有困难 我们要上 有困难了 我们克服困难 也要继续上 上哪 什么你上高的费机 就是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其实 我可能没有办法 把精力继续放在华为了 有我呢 华为有我呢 小缺 今天叫你来 我们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呢 华为有阿宝 我 陈光普 你别操心了 房租 水电 你也别管了 我和陈光普付费 华为每个月的收入呢 除了阿宝的工资 成本之外 剩下的钱 都给你 我工资可以减啊 那不至于 你他来是干活 工资少不了你的 那 那我白拿钱 啥叫白拿钱啊 那我俩这直播间 不得找地方吗 那没有了华为 我们还得出去租房子 交房做 现在没啥区别 废头 这个事情不是来跟你沟通的 就是知会你一下 已经这么定了 你呢 安心地去做你伟大的事业 我们三个就把华为守护好 赚钱支持你 我们也算为伟大事业 做出点贡献 我们也伟大一把 伟大一把 没想到我还干一件 这么了不起的事 我现在都觉得自己骄傲了 别太骄傲啊 我替林拓谢谢你们 我也替更多的 间中症患者谢谢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话说的 就特矫情 但是她是真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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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说什么呢 你好 你加油啊 你别这样加油 都靠你了 我们是你背后的女人 和男人们 男人们 咱们之勋 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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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